台湾系列工会在上午的时候召开理事会 布满交通部对于公司化后的薪酬福利 无法提供保证 所以通过决议要启动九合一大选罢工程序 同时也会持续的推动中秋国庆 还有九合一选举的集体休假不加班 以终统节来看的话 有上班的司机员将会少于十一个人 日故可以开出的列车会比五一劳动节还要更少 五一劳动节累火车替代火车出运场景 恐怕在中秋节连续假期再度上演 台铁企业工会在上午召开理事会 拍板继续推动中秋节国庆日九合一选举 集体休假不加班 同时启动九合一大选日罢工法定程序 周三将送劳动主管机关劳资争议调解 调解不成就开始准备罢工投票 至于中秋节连续假期 工会直言出勤人数会比五一还要少 出勤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低于十一个人 比五一不加班的部分里面的车辆的行驶的密度 还要更低 工会不满交通部的增加营收 这样福利金自然就会增加的说法 认为要即刻调整薪资不到三万元的 营运人员待遇 交通部回应 周一和台铁局长杜威开过会议 此方认为劳资期间正在缩小当中 因此会再请交通部次长胡湘林 前往台铁企业工会拜会沟通 希望化解连续假期集体不加班的输运危机 大概他们的一些讲话 现在这个部分就是慢慢也会有一些公司 继续继续沟通 银和新的时代需要要更活化 所以要公司化 交通部对于相关台铁的公司化运作 都已经有对台铁员工相关的承诺 苏贞昌喊话 公司化会让台铁员工重返荣耀 认为交通部已经对台铁公司化之后的薪资福利有规划 台铁公司化会照着时程一步一步走 让运作更有效率 记者学安林间台报道